棺材几片 棺材几片 皮块 关外站里老师拿着张树的叶子和香茅等植物分给长辈 让长辈把叶子搓一搓 闻闻看里面特殊的香味 还拿了一壶用各种香草植物泡的茶 让长辈喝喝看 体验药草植物的各种感觉 那我们就五感的部分就是视觉 视觉我们就看了它什么颜色 它是绿色的植物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嗅觉去闻它的香味 用触觉去感受到它的 这个左手香的树叶跟一般的树叶是不一样 另外左手香爱草等药草植物 还有更多的妙用 可以拿来做料理 还可以延缓身体的不适感 藉由亲自动手做 长辈都很有感也很容易记忆 这个香草植物 你如果不咬 或是用到 你都咬嘴咬嘴咬嘴 这样也退风 口气疼也好 小孩发生也好 我有种左手香 还有艾茶 还有樟树 可能一个月之后 它其实就变成了一种糖浆 当你觉得你喉咙痛啊 有咳嗽不舒服的时候 小朋友很容易接受的 你就可以让他喝一点点 就可以缓解他很多的症状 这些植物有的在长辈家里就有种植 印象也很深刻 安东社区关怀站 参与卫福部一项延缓失智计划 由原液治疗师带来认识药草植物的课程 藉由长辈熟悉的植物用无感体验的方式 刺激长辈的记忆和思考 这次我们是向卫福部申请预防及延缓失忍的一个课程 所以我们就这个模组就邀请 毛老师跟林老师来把这个植物的一个元素 带入社区 使我们的长辈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些记忆 使他们能够预防减少失事的一个动作 就让我注意力的部分会在这个里面 就我的记忆里面开始加深这个印象 然后你再沿途去看回来 然后再走回来 然后你明天再去的时候 你会再重复 我觉得你有看到这些 今天长得这么好这么茂盛 对长辈来讲 它也是一个生命力的部分 其实现在日本已经在强调 把无感带到我们狮子的部分去做防治 看看叶子的颜色 摸摸看触感 闻闻看味道 甚至品尝一下口感 提升整个身心灵 先进植物就能够带动五种感觉 成为和长辈互动学习的好教材 记者赖长邦高雄报道